我們有請一號參賽者陳恰出場 不必要完美 陳恰 不必要完美 陳恰 尊敬的來賓大家晚上好 感謝大家的出席 謝謝 您講的題目是不必要完美 相信我們在座的很多人或者是絕大多數人 或者是全部的人都追求完美 但是完美是我們的一個追求 但是我們真的能夠做到嗎 所以我們在生活中有很多 出現很多完美主義者 但是我們經過了這麼多年 我們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很多的人生的閱歷 就是最年輕的這裡 也是有一種的學習啊 學業啊 從小的時候那個 上幼兒園開始 上小學 初中 甚至後年的學業 然後走入社會工作 甚至婚姻家庭 那包括我們個人 我們對自己的要求 對我來說 我曾經是非常的要求完美的 但是我甚至以我的標準來要求我的妹妹 但是隨著年度的增長 我們看到更多的優秀的人 更大的世界 隨著認知和眼界格局的開闊 我們發現我們真的不完美 我們是一個成長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不必要完美 完美是一種追求 我們最後的目標是要達到完美 但是我們會發現 我們在任何的一個角度 或者在某一個語言 是不完美的 所以大家不要追求完美 謝謝大家